房貸族的小確信來了 補貼方案是終於出爐 一次是可以直接的 領到3萬元的補貼金額 但是想拿到得符合兩個條件 首先第一個是家戶的所得金額 是120萬元以內 第二個是房貸的金額門檻 以台北市來說是850萬 也就是總價是1200萬元 而其他縣市是700萬 也就是總價1000萬 感覺沒什麼幫助吧 買不起還是買不起不是嗎 不然是不是雙倍民眾 只要想要在雙倍民眾 買房子應該都吃不太到吧 政府講說可以可以 但是他沒有普遍的知道說 下面的人 他的實際狀況是怎麼樣 房貸補貼雙門檻 你有符合嗎 實際問問北市民眾 不少人認為 根本是看得到吃不到 那到底是哪些人受賄 五年前甚至十幾年前買房子 而且還完房貸的這種房貸族 他比較有機會申請到房貸補貼 房市專家分析 單身族通常是小宅 需要空間小達標機會高 單身家庭加戶數一百二十萬以下也有機會 但要是雙新家庭通常是購買兩到三房產品 又在核心區 總價早已超過一千兩百萬 要想符合可能是十年前就買屋的小家庭 新北市則是五年前就買房民眾才有機會 中南部的房價積極相對的低 大部分的地方房價都在二三十萬左右 貴一點頂多是三四十萬 那如果是坪數壓在三十坪以內的話 大部分都可以獲得 而根據聯真中心統計 去年前三季三十到四十歲的購物群中 銀行平均受信額度 北市一千五百三十萬 新北一千零一十六萬 新竹縣和新竹市也都明顯高於補貼標準 但桃園 台中 台南 高雄 則是六百到八百萬 受賄機會較高 內政部也統計 全國受賄貸款戶一共無數萬戶 政府的住宅三支箭 美意支持房貸族 到底有沒有幫助 備受市場關注 北新聞 王翔張惠仙 台報道 可以通知小鈴鐺